八月的林丁洋海面上 一股热带气流正在不断地汇聚 这是台风即将来临的征兆 搭冲口码头 聚集着来自月敏贵三省的渔船 今年的休渔期刚刚结束 等待的两个半月的渔民 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出海捕捞的季节 临近中午渔船纷纷拔毛起航 阿明和船上的胡迹们 用一种传统的方式 祈祷幸运的将领 密集的鞭炮声 传递着他们对大海的敬畏 虽然台风仍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海面上 但眼前的景象 已是山雨欲来丰满楼了 阿明不免有些焦虑 这样的天气显然不利于出海捕捞 然而对于等待了两个半月的渔民来讲 这似乎算不了什么 这是捕虾的季节 在离开海岸线四五十公里的海面上 阿明找到了一处虾群的聚集群 十几张大王很快沉入了海底 此刻在风浪的催动下 渔船拖着五十多米长的虾王 在颠簸的海面上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 风浪越来越大 剧烈的颠簸 让人的胃部产生了一阵阵的惊弯 只有常年生活在海上的渔民 才能做到处之泰然 十几张虾网陆续收起 各种鱼虾占据了船舱里 狭小的空间 眼前的景象 让阿明和他的伙计们 脸上的表情明显轻松了很多 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 对渔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 然而意料之外的喜悦 却并不常有 早上的年就多一点 水口就亮了 没有大股炎 现在全部床口就不多 养着野就不多 就算你拿到都没什么价钱 在这片海域能够捕捞到的 主要是天然的红须虾和黄虾 这两种虾虾虽然算不上是虾中的贵族 但是饱满紧实的肉质 鲜甜多汁的口感 加上相对低廉的价格 让他们一直得到十克的青睐 新鲜与否将决定着这些美味的身价 阿明必须赶在天黑之前 把今天捕捞的所有红须虾和黄虾 送到海鲜市场 所以在下了两次网之后 他的渔船开始返航 开始返航 阿明今天捕捞到的三百多斤海鲜 以极快的速度被转移到了岸上 船主与商贩之间 是一种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而海鲜收购的价格 则会根据当天市场的供需 上下浮动 经过冷冻保鲜处理 八小时之后 数千公里之外的天津人 将品尝到来自中国南方的海鲜 而最快的将会在一小时之后 被送到附近的各大酒楼 成为人们盘中的美味 夕阳夕下 渔舟畅晚 阿明和伙计们终于可以坐下来 享受这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光 这些菜看上来好像很普通 但是它是最新美 最延迟 它的特点就是表面看起普通 但是来来是最新美的 本身可以用这些材料量 更加上自己的份劳动的时候辛苦 然后辛苦后享受自己的劳动 整个就觉得特别滋味了 烹制海鲜 一民一直采用最简单的方法 清蒸 白灼 他们相信只有这样 才能将海鲜的甜美 释放到极致 所以市场可以从最新美的硬补 释放到极臣 广晚 出海捕牢的渔民结束了一天的作业 然而另外一场红树林里的捕牢 却才刚刚开始 梨花欢和他的同伴 趁着涨潮的时机 乘着小船穿行在这片红树林当中 他们正准备捕捞一种 专属于红树林里的美味 小船上装载着 由尼龙丝编制而成的浸龙 每一条浸龙都有五六米长 这种传统的金龙捕捕捕方式 看上去显得有些古老 但在这片水域 它却非常实用 春节就多虾 秋冬就多鱼 鲨鱼一根几两 多大条 咸皮的时候沙虾和桎鱼 多很多 春天的时候大头虾都火虾都 几年前 为了净化西江水质 减缓潮汐对暗地的侵蚀 当地政府在大沖口的灵海滩土 印中了四百多末的红树林 秋冬时分 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而来的候鸟 也经常在这里栖息 红树林根部吸附的腐植质是难得的养料 从而吸引了大量的鱼虾和贝壳类的水产 再次翻演 经过一整夜漫长的等待 清晨潮水开始回落 梨花环和他的同伴们 撑着小船再次出现在红树林 大头虾是他们今天主要的捕捞目标 几十条浸龙分布在四百多亩广阔的红树林 他们只能分头行动 看来今天他们的运气并不是太好 很多条浸龙都空空如也 绿那些网是缩一点的 浸可以虾上来的那些 那些龙的眼是缩一点的 浸可以大直上来 整个小直再大一点再绿上来 今天他们只不拉到了四五金大头虾 按照当天的收购价 可以卖到两百元左右 而在旺季的时候 他们一天可以收获十多斤的大头虾 很快 梨花环刚刚捕捞到的大头虾 就出现在大冲口附近 专做海鲜的餐馆十四里 此外 跳跳鱼 白鸽鱼 这些红树林和周围贪图上的常客 同样受到食客们的钟爱 潮起潮落 不同的境界 红树林总会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这些人 有没有打个油 打个油 打个油 我先给 打个油 打个油 眼前这座 由泥沙冲击而成的小岛 叫做竹牌沙 仅仅在一百多年前 它还并不存在 居住在竹牌沙的人们 大多以种田捕捞为生 陈金焕是土生土长的竹牌沙人 每天它都会驾着小船 下网捕鱼 因为我从小都是喜欢拿鱼 现在又移近在海边来 有时自己还是乐趣 终于看见 应该差不多刚才放网的了 然后就放下网 自己拿到几条鱼 虽然很值钱也好 但是有个满足感这种 清明前后 正是黄鱼逆降而上 产卵繁殖的季节 此时的黄鱼也最为肥美 潮汐的掌握 江水咸淡的变化 都影响着鱼群的多少 陈金焕只要看一眼眼前开阔的水面 就能判断出一天当中 不落黄鱼的最佳时机 陈金焕迅速在水面上 找到了适合下网的位置 长达几百米的鱼网 几乎横跨了大半个江面 缓缓流动的江水 把巨大的鱼网 冲击成一个漂亮的月牙形 这边有个艇拖着它 就形成一个半日形 一路刮的鱼下去 有时那些网是一路刮的 那些鱼就囊里面 今天黄鱼都挺大条 挺漂亮 黄鱼交贵 一离开水面就很难存活 所以市面上很难见到有水黄鱼 陈金焕和伙计 必须扯断鱼网 将黄鱼迅速放到水箱中 即便是这样 上岸之后 这些黄鱼只有一半能够天赋 一条小小的黄鱼 在记忆高超的厨师手中 可以变换出多种吃法 将黄鱼煎的两面金黄 加入酱油 糖等调味料 大火收汁 已经酥软的黄鱼 此刻吸收了饱满的汤汁 口味上的层次感瞬间丰富了起来 一条黄鱼 一条黄鱼只有一副鱼卵 厨师小心地料理着这珍贵的食材 先煎后焗 放将鱼卵的干香醇美 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清真黄鱼在当地最受欢迎 食客们认为只有这种吃法 才最能品尝出 黄鱼骨香肉花的原汁原味 在黄鱼丰收的季节 美味可口的黄鱼宴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 在大海潮汐和西江水流的冲刷下 竹排沙周围天然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在这片湿地里 一种罕见的美味正在生长 这就是河虫 每年只有农历八月中旬到九月初 这短暂的时间里 人们才能寻觅到河虫的踪影 河虫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几经苛刻 水质污染 咸潮来袭 都会使它抱歉而死 农历九月初二 正是河虫成熟的时间 祥叔在自家的河虫地里 已经忙碌了整整一天一夜了 祥叔小心地挖出了一块玉米 仔细地查看着泥里面河虫的树木 估算着今年的收场 今年我的地涵涵得好 开好河虫 全部种回了树草 我估计都是八百斤到一千斤 你不滑滑狗狗 好了 还有很多条 三条 一条 三条 有四条 有四条 品尝河虫 对很多人来说 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挑战 竹牌沙人 却将它视作无上的美味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河虫差不多是紫菜 现在天好 现在天好 煞熟了它 用来晒干 有些用来叶咸菜 河虫葬 酱啊 送饭一流 现在滑了味道 酱慢慢煲 煲到它 一条碗条 金黄色的 那种味道 一条卧虫 起码送到两袋半 紫夜时分 白天涌入河虫地里的潮水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褪去 那些藏身于淤泥当中的河虫 也开始纷纷浮出了水面 在湿地的缺口处 一张大网早已悄然张开 跟随着急速褪去的潮水 成群的河虫不由自主地 进入到了王地 而今河虫越来越稀有 供不应求 所以市场价格不菲 收购价每斤在七八十元以上 进入酒楼之后 河虫的价格可以达到百元以上 砍成最贵的虫子 河虫烹制的方法多样 其中生炒河虫是烛排沙地道的经典名菜 将事先蒸熟的河虫 以小火慢炒 加入各种调味料 半个小时之后 以炒至干爽的河虫 色色金黄 悠香逼人 凌晨四点 长达三个小时的河虫捕捞结束了 今晚香树捕捞到了一百多斤的河虫 他一年的守候 终于有了久违的回报 阿明昨天的捕捞 还不够维持当天的开销 所以经过一晚上短暂的修整之后 他又驾着渔船出海了 在台风吸来之前的间隙里 他希望能够补回一些损失 傍晚时分 宁静的红树林里 船桨击打水面的声音 格外清脆 黎花欢和他的同伴 开始重复每天的古老 他们相信 只要守候就有希望 陈金焕正趁着中午猛烈的一路光 把没有卖出的黄鱼晒成鱼干 淡季的时候 黄鱼干也是一道美味 香熟期待着来年 河崇仍旧有个好收成 当人们在享用这些美味的时候 几乎想象不到 这背后需要付出 如此多的艰辛与汗水 而对于眼前这片江河和海洋 我们要做的只有回馈 武桂山绵延三百平方公里 加上它周围众多的低山丘陵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山系 温润的气候 充沛的雨水 让这里成为 众多食物原材料的 理想生长地 一磅山林的人们 因食而食 他们采摘 捕捉 挖掘 样制着各式各样 充满山林兮兮的美味 无桂山林兮兮的草林兮兮的草林兮兮的草林兮兮的故事 在连年的五桂山中随处可见 就在这些溪流当中 隐藏着一种稀有的美味 山坑罗 阿康从小生活在五桂山脚下 今天他走了很远的山路 才找到了眼前这条 人际罕至的溪流 而今只有在这样的溪流里 山坑罗才最有可能找到 秋天是山坑罗最肥美的季节 中山人向来对山坑罗的美味 情有独钟 然而要成功捕获他们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这三坑罗是一份很辛苦的事 日头去的时候第一山路遥远 而晚刻去能见度反而更低 还有会遇到各种的危险 例如蛇或者其他危险 太阳刚落山 山林里的光线随之暗淡下来 鸭角木是五桂山里常见的灌木 新鲜的鸭角木树叶 散发着微辣而清香的气息 这些鸭角木是阿康今天捕捉行动的关键 所在 捕捉之后的鸭角木 枝叶被充分释放出来 这一处的溪水流速平缓 是捕捉山坑罗最佳的地点 鸭角木的气味将沿着溪流逐渐扩散开来 对于山坑罗来讲 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接下来的一夜 神奇的一幕即将发生 清晨的五桂山 凉气息人 雾气和露水让山路有些迷移 身边的朋友 现在都很多喜欢执山坑罗 因为好吃 同时都吸引了很多山外面的人过来执 所以现在山坑罗越来越少 阿康拿起了鸭角木 这件山坑罗紧紧地吸附在上 一个小时之后 阿康走遍了昨晚设下的 五六处捕捉点 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美味收入囊中 爆炒山坑罗是最经典的做法 把青椒 紫苏 姜 葱 在热油中爆香 放入山坑罗之后 蒙火爆炒 此时山坑罗鲜美的肉质 吸收了饱满的汤汁 香气四溢 这既是一道主菜 又是独具风味的休闲小食 包汤或清蒸都是为了对山坑罗鲜味的提纯 这种来自溪流里的美味 事物会山送给人们的一份秋天的礼物 而在盛夏的山林里 大头田笋正在等待收获 在东阳山的这座小山丘下 老杨细心地照顾着这片面积不大的竹林 今天他在竹林里寻找着成熟度适中的甜笋 多年的种植经验告诉他 有着黄褐色表皮的甜笋 才会有上家的口感 过于嫩或过于老 在口味上都有欠缺 新鲜的大头田笋 去掉笋衣之后切片 在温水中浸泡20分钟 再放入凉水中冷却 此时甜笋本身带有的少许色 麻及苦味被彻底消除 老杨是客家人 他的拿手菜之一 就是这道客家名菜 鲜笋温鸭 笋的清甜与鸭肉的荤香完美搭配 甜笋的单一口味得到了中和 焖 讲究火候和时间 恰如其分才能保证这道菜的口感 同时 甜笋这种家常的蔬菜 所富含的高膳食纤维 也能够完美保持 冬天里的五桂山 连绵的山峰时常被雾气笼罩 围龙屋是客家人的象征和标志 客家人一百多年前 开始陆续迁来五桂山 十年前 陈永新和他的父亲 一起设计建成了 眼前这座巨大的围龙屋 本身呢 我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 就是说我们整个家族来讲 对客家文化也是比较情有独钟的 我相信在这里 如果大家看到这样一种客家土楼 很有那种客家的归属感 有一种家的感觉 秋风起吃辣味是令南的一句俗语 这几天厨师张元武和他的同伴们 趁着天气正好忙着制作客家辣味 无论是辣肉 辣肠 辣鸭 辣鱼 这些美味的原材料都是来自这座山里 这可能就是客家辣味 有别于传统广式辣味的根本所在 好的辣肉放在辣缸里面 过年吃了以后 放到明年的六七月再拿出来蒸 吃的越有弹性越有香味 味道更好 冬天对于武桂山的客家人来说 是短暂而宝贵的 像这样在围龙屋里大规模制作辣味的场面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上演 张元武用着多年制作客家辣味的独到经验 胡椒 蚝油 蔗糖 盐 是制作辣味的必备调料 然而品质上乘的白酒和当地出产的酱油 才是制作辣味的秘诀 猛烈的阳光和干燥的季风 把辣味中的水分一点一点地带走了 肉质开始变得紧实 经过这样晾晒的辣味 可以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晒根以后就放到那个台里面 一层稻草 一层辣肉 再加上一点辣鸭 辣鸭是有油性的 放到辣肉里面一起 辣有一种辣味香味 武桂山的客家人 最喜欢把辣味拿来蒸 风干之后的辣味 在蒸汽的作用下 变得柔韧而富有弹性 这种简单而直接的烹饪方式 能够最好地保存食物的原味 咸香浓郁 嚼劲十足 客家辣味 饱含着风 阳光和时间的气息 这股独特的辣味香 传递着山林里的客家人 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 唇齿流香间 品出的是人情的味道 岁月的味道 清凉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 是制作客家豆腐的点睛之笔 这是山林给予客家人的 又一个馈赠 每天 陈雪辉都用石墨研磨的方式 制作客家豆腐 他们相信 这种用传统手工方法制作出来的豆腐 更加嫩滑 细腻 充分释放了大豆的香气 最终成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山水豆腐 把事先调味的肉馅酿入豆腐 慢火煎熟 油脂渗入豆腐之中 肉香豆香交织萦绕 成就了最经典的客家味道 在这座山林里 陈永新 张元武和陈雪辉 用各自的方式守望着客家人的传统 四季长青的五桂山 为一磅山林的人们 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原材料 傍晚时分 周庆基与儿子 将院子里晾晒的中草药收起来 前几天一直在下雨 今天阳光不错 可以将药材上聚集的潮汽蒸发 就以前叫做拿些小树茶 五桂山的凉茶 然后回家晒干雨 有时感冒 发热 拉些来煮 煮了之后 那些感冒就可以好了 最热的那几天 汁州脱市最热 这些蛋竹叶 细感冒效果非常好 它有发汗的作用 刚才这样出这么多汗 如果再缩进去 那就感冒了 那就要这些包来吃 效果就非常好 在五桂山已经发现的中草药当中 土芙苓是比较稀有的 这种攀原状灌木的干净 就是中山人钟爱的一味汤料 土芙苓包草龟 是熟热天气里的风味汤水 把土芙苓 龟板 山坑罗 猪大骨 微火熬至两个小时 土芙苓具有的解毒 厨师 和调理脾胃的功效 让这里养生亮堂 大受欢迎 泥仔头 是中山人对土芙苓的拟称 君姐做了一手品质极高的泥彩头高 将事先研磨好的土芙苓粉细细筛过 加入山泉水调和 在热力的作用下 土芙苓中的淀粉迅速发酵膨胀 君姐需要不停地搅拌 防止粘锅 如果你的土芙苓要口食 吃得好 人感到口感好 人家只好一天 麻烦几个 麻烦几个土芙苓 就对人家的口有助 如果放两天三天吃 都没有那么厚 吃的口感就不一样了 米仔头高的最佳口感 是在冷藏之后 凝而不顾的米仔头高本身 几惊无味 加入蜜糖 便有了爽口糯滑的风味 人们喜欢吃它 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营养元素 中山人制作食物时 向来不怕麻烦 也笃信自己的手艺 正是这份讲究 才有精品生成 在鸭记山 铁卢山环抱的古地里 恰到好处的日照 暖暖的季风 松软的沙制土壤 和一年四季不断流淌的山泉水 让这片土地 蕴含着神奇的能量 成为优质水果的理想生长地 为了方便照顾这些果木 李彪把家安在了果园里 像往常一样 今天它一大早就来到地里 这些仙人掌科的植物 在静静地呼吸 凉爽的空气中 包含着果木的幽香 这里的山又漂亮 水又漂亮 它全部都是没有污染的 在这里盖活的时候 就有一种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那种感觉 火龙果 这种来自中美洲的热带水果 在李彪十几年的精线优化改良中 口感越发香甜 然而 在李彪眼中 可食用的 不仅仅是火龙果的果实 这道炒花蕾 是李彪的独创 把火龙果的花蕾 在最鲜嫩的时候摘下 在热油中与鲜百合同炒 淋上少许蚝油 放入烤熟的腰果 就是一道清新的田园菜 用鲜花作为主材料做菜 或包制汤品 是一种难得的味觉体验 它浓缩着季节的味道 下午 李彪带着儿子 将树荫下的这片空地清理干净 草山下 埋藏着它一年的期待 这里 埋藏着一坛酒 在李彪看来 潮湿并相对低温的地下 是酿酒的好环境 用火龙果酿酒 是李彪的一个灵感 把那个火龙果 那个皮剥开之后 把火龙果放到酒缸里面去 然后就按照比例 加一点那个冰糖 还有就加一点那个酵母 密封它之后就焖焖 焖大概是半年左右吧 在几次不成功的发酵之后 这坛酒有了更完美的转化 火龙果酒 以酒的形式 延续了果肉的甜香 几元浆带来的醇厚口感 这是火龙果历经一年的蜕变 春去秋来 李彪的人生也在这里开花结果 火龙果对于我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转折点 主要是有了一个家 就是心就定上来了 这是一个果农最单纯的人生梦想 也是它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节 时间在光影的变换中 悄悄流逝 七月在神湾的鸭记山 与铁罗山之间 梯形的菠萝田里 大片的菠萝正在有情转化 它们即将迎来生命中的黄金阶段 阿红的国厂里 神湾菠萝一批接一批的成熟 凤梨克的菠萝 从叶子到果实都带有锐齿 几乎让人无从下手 阿红的手上布满伤痕 一年到晚就不会亏本 好过打份工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飘扬过海而来的菠萝 来到神湾这片山地里 就神奇般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变得爽脆无渣 甜蜜清香 用菠萝入菜 也是中山人海外饮食文化的 一种变化 一种变化 传承 菠萝菠萝肉 是宴席的热门菜 切成丁的菠萝与猪肉 被多种原料层层包裹 力求色香味俱全 相比较餐厅里的精工细作 阿红在自家厨房里烹制的菠萝鸡 更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 散养在国厂里的跑山鸡肉质细嫩 与甜酸口味的菠萝 组合出了这道经典菜式 荔枝木将火烧得很旺 鸡肉与姜蒜在热油中煸炒 倒入勾好的芡粉 放入菠萝后即可出锅 以菠萝为代表的水果菜 就是巧妙混搭的典范 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尝试 也是对兴起口味的追寻 这些来自山林的食材 带着自然的味道和辛苦的培育 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美味的追求 在中山林的厨房里 他们被精心变化出百般滋味 这是人们对食材本身的美好创意 更是对大自然的无限敬意 清晨 金色而温暖的阳光穿过云层 有着岭南明成美誉的中山 随之被唤醒了 此刻 从各式各样早餐店里飘出来的阵阵香气 刺激着人们刚刚苏醒的味蕾 美味诱人的精致点心 滚烫鲜热的粥粉面 想用这些早餐之后 充实而舒心的一天也由此开始 喝早茶是广东人最重要的早餐方式之一 他们总是惬意地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炭早茶 炭在广东话里就是享受的意思 一个炭字包含着这里的人们淡定悠闲的生活态度 每天早晨在中山各色的茶楼里 前来炭早茶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今年已经年过八十的王妖章 经营着一家专做早茶的旧式茶楼 他总是习惯亲自招待这些顾客 虾饺 烧卖 叉烧包 各色精致的点心 放在手推车上被送到每一张餐桌前 服务员的叫卖声 顾客热闹的交谈声 伴随着一龙龙早茶点心散发出的阵阵热气 构成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画面 在众多点心里有一款茶点尤为特别 它就是鸭脚渣 将早已泡软切好的辅猪皮铺平 依次整齐的摆放上加工过的鸭掌 猪肉 猪肚 猪板筋 再把辅猪皮包卷上 鸭掌 猪肉 猪肚 猪板筋的味道相互渗透 平时看似互不相干的四种食材 经过点心师傅的巧手营造 转化成了人们餐桌上精彩绝伦的佳品 由于鸭脚渣的制作工序很费时 所以在一般的茶楼里难得一见 王瑶璋经营这家旧式茶楼 已经十几年了 他始终保留着这份别具一格的茶点 我写明公式点心 我做起的点心 正式的点心 味道都是那些味道 不做那样我就不做 要做我就一定要做 像旧式的口味和料 十几年前 王瑶璋从香港依据中山 在自家门前开了一家茶楼 这里有熟悉的顾客和经常光顾的老朋友 对于王瑶璋来说 经营茶楼不仅仅是生意 更是自己置身于此的乐趣 一家小小的茶楼成为王瑶璋 与老友们团聚的地方 他们在享受美味早餐的同时 追求一种情趣 感受一种休闲 也寻找一刻的放松 探造茶 人们可以去古色古香的旧式茶楼 也可以去极具现代气息的豪华大酒店 陈巧宁是中山茶楼里为数不多的女点心师傅 她善于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灵巧 泡制各种色味 香味俱佳的早茶点心 有时做一个好的点心出来 客人吃到很开心的话 自己会有很大的安慰 值得自己加起自己的感觉 做到好的出来不容易 点心是真的好关心的一件事 新鲜出炉的餐包还冒着热气 涂上一层用花生油和糖浆制作而成的糖油 刚刚还略带生色的餐包 立刻就焕发出金灿灿诱人的气息 两分钟后 这盘餐包就会出现在客人的餐桌上 这个包由焊熟到出来 大概七分钟时间 如果你掌握得不好 它冻了又不好吃 热躁又烫嘴 你就一样东西好不好吃 是离不开厨师 它很用心去打造它每一个环节 餐包是西式面包和中式叉烧 绝妙的组合 也渗透着中山这座桥香城市的味道 碳造茶 茶 只是配卷 而款式数以百计的各色美食 才是真正的主卷 但却集中的要求 典心师傅的功力 陈巧宁非常善于制作这款 色香味形俱全的象形白兔角 以橘黄的胡萝卜粒点睛 惹人怜爱的外表包裹着无比的鲜美 中山三乡镇的茶果远近文明 这些美味的原材料 全部来自于当地的食材 中山地处亚热带 常年湿热多雨 为了抵御湿热的气候 人们会把草药或蔬菜 混合米粉 整出各自的糕点 当地人称之为茶果 三丫苦是亚热带的一种云香科植物 它的叶子未苦而有一定的药效 陆庙侠最擅长制作三丫苦糕 将三丫苦液倒成汁 再加进糯米粉 经过一番揉搓之后 三丫苦汁与糯米混合成一体 把胶液垫在蒸笼底部 再刷上一层石油 平骨上揉好的三丫苦面团 把它放在锅中拌火蒸熟 等面团冷却之后 再浇上糖浆 三丫苦的苦混合糖浆的甜 形成一种味蕾的刺激 给人苦尽甘来的感觉 与三丫苦一样 唾手可得的椒叶 在陆庙侠的手中 也得以转换为另一款美味的茶果 这就是叶仔 把糯米粉加水 揉成面团 包上用豆沙 花生碎粒做成的甜蟹 再用椒叶包住 蒸上半个小时 就成为了三项人早餐桌上的传统美食 享受着这些健康而又美味的糕点 一家人吃得其乐融融 这是陆庙侠 最开心的时刻 而从这些茶果中 所散发出来的柔润清香 将成为人们味觉中永恒的记忆 岭南水乡并不出产小麦 但面食在这里却同样大放异彩 在中山大大小小的面袋 有一种面条一直受到时刻的青睐 用鸡蛋代替水混入面粉 经揉搓之后形成面团 将面团放在长长的毛柱下碾压 用人体弹跳的重力 让面团受力均匀 面皮被长时间挤压 做出来的面条嚼劲十足 爽口筋道 当地人把这种方式加工而成的面条 叫做竹生面 黎湛兴是中山小懒人 他的竹生面馆时常过客迎门 后来 黎湛兴群变了远近大大小小的竹生面馆 尝过了无数碗竹生面 请教了多位师傅 从而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年之后 他在自家楼下开了一间小小的竹生面馆 竹生面切成段 被小心翼翼地卷成团 放入冰箱冷藏待用 低温让竹生面中的蛋白质迅速凝固 面条会更加香滑爽口 要制作一碗美味可口的竹生面 另一个秘密就是汤笛 把猪骨 大地鱼 虾子这些食材 加入精心调制的配料 熬制三四个小时之后 猪骨的浓香和鱼虾的鲜香 在汤笛中巧妙混合 筋道爽口的面条 加入精心熬制的汤笛 就成为一碗风味绝佳的竹生面 这些客人来吃 它是好吃 它的汤都喝光 那么觉得辛苦都不重要 就是继续要改进 要照顾最好 一份美味的早餐 会带来一天愉悦的心情 黎湛新在烹制竹生面的时候 也在创造快乐 天还没大亮 中山大冲振的老肖 就早早出了门 他要去采购自家云豚面店 一天所需的新鲜猪肉 经验告诉他 半肥半瘦才是最理想的原材料 清脆玉耳的钉钉声 和走街串巷的云吞蛋 曾是中山大冲振人 关于早晨的记忆 丁丁云吞也由此成名 老肖制作云吞的手艺 来自他的父亲 八岁开始 老肖就帮着父亲擀面皮 那个时候一碗云吞只卖五分钱 却养活了老肖一家七个兄弟姐妹 后来老肖自己也娶了妻 生了子 于是他将父亲流动的云吞蛋固定下来 开了一间专做云吞面的早餐店 靠着祖传的手艺 继续养活着又一个新的家庭 将云吞放入废水中煮熟 捞起后配以精心熬制的各种汤笛 可做成一碗滚烫的上汤云吞 或者将煮熟后的云吞直接装盘 淋上香油 撒一把香葱 这是丁丁云吞几十年不变的味道 现在老肖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 再次接受了这门祖传的手艺 每天清晨 他都要制作出一整天要用的云吞皮 虽然这是充当父亲的帮手 但小肖却显得非常认真 为了保证云吞大小一致 每一张云吞皮 小肖都仔细地用刀背量过 这也是祖辈传下来的 厨房里简单灵活的小技巧 擀好的面皮 放上肥瘦参半的新鲜猪肉馅 随手一捏 一个小小的云吞 就从老肖的手中抛出来了 看似简单 却是老肖几十年 无数次地重复之后 换来的灵巧 相比之下 儿子小肖就做得稍稍有些慢 但这不重要 因为这是一天当中 父子俩最惬意的时刻 七月的珠江三角洲平原 道化飘香 雅口村的农民 正在收割田里的稻谷 心里所散发出来的浓郁故乡 正飘香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制作拉布粉 是程伯伯的拿手菊火 把新米磨成粉 加水制作成粘稠的粉浆 舀一勺 随手一泼 粉浆就迅速而均匀地 铺在了石部上 加瘦肉 虾米或者鸡蛋 隔水蒸 片刻之后 一份香甜可口的拉布粉 就出锅了 程伯伯制作拉布粉 已近六十年 他的这间拉布粉店 也是附近中学 众多师生早餐的首选地 六十多年来 这间早餐店迎来送往了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而程伯伯拉部分 诱人的味道 也成了这些学生们的 集体记忆 今天早餐店里 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这些客人 都曾救度于这间学校 数年之后 他们相约 请来再次尝一尝 程伯伯亲手制作的拉布粉 程伯伯手中的木产 灵活地移动 薄如纸张的米粉 与湿布就即刻分离 这是做拉布粉最关键的一步 也是拉布粉名字的由来 然后淋上油 这便是记忆中 程伯伯拉布粉的味道 大家经常打完球又去吃拉布粉 这样星期六日不回家中午饭 不想吃饭糖 又是吃拉布粉 清香美味的那部分 不仅是一种味道 也是一抹印记 更是这些学生们 难以割舍的青春年华 王瑶璋老人的茶楼里 年轻的厨师 正在跟师傅学作压教诈 这是王瑶璋与老友们 始终惦记的味道 陈晓宁依然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里 不断地尝试和创新着心事差点 所有的云吞都已经卖完了 送走了今天的最后一批客人 老肖和儿子小肖准备早早回家休息 为明天的辛苦劳作养足精神 陈伯伯已经很久不亲自做拉布粉了 他坐在自驾店门前 回味着团聚的场面 期待着学生们的再次光临 早餐的诱惑里 有惦记的味道 思念的味道 也有团聚的味道 幸福的味道 因时而时 是岭南古老饮食文化里 充满智慧的表达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向来就知道 食物的鲜美程度 与时期变化息息相关 有时 一种食物的味道 就成为了人们 对某一时节 独特的记忆 于是 在食令的界限 变得不那么明显的今天 那些仍然被保留 和延续下来的 只属于某个季节的味道 显得异常珍贵 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 比往年显得温暖了许多 这也让原本在清明节前后 开花的图威 提前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绽放她的美丽 这几天清晨 正是图威花开得最娇艳的时候 英姐和她的丈夫 都在自家地里忙着采摘 他们准备用这些花泡制美酒 中山小懒人 种植土味花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明朝 在漫长的岁月里 素来风雅的小懒人 以花入传 以花至酒 创造出许多 活色生香的美食 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花一直是小懒人喜爱的食材 邻居们都说 英姐是村子里最忙碌的女人 她的事业就是这些图威花 采摘图威花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除了花瓣 整株图威都长满短小的硬刺 就连已经有十年 种植土味花经验的英姐 也不知道被这些硬刺 伤了多少回 面前都削了十秒被削出来 穿了鞋都剁了 在鞋板底那里 又哭又哭 刚刚就削了出来 花蜜掉了下去 我来惯了 那只手蜜一扎下去 所以就把那几绿叶一包包着花钉 那就不怕督手了 在阳光变得猛烈之前 英姐他们完成了今天的采摘 加油 土味花落久之前 必须摘除长满了小次的花地 因为这些花地会让整坛酒变得苦涩 而难以入口 采摘下来的土味花 保鲜期只有一天 分离出来的花瓣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泡入酒中 时间一长 花香减拌 就会影响酒的质量 引起他们加快了手中的速度 除了泡酒 将土味花晒干 拌以白糖 衣容包上蛋皮 便是一款极具风味的可口点心 晚饭之前 按照一斤花瓣四斤酒的比例 英姐和丈夫 把土味花瓣 与五十度的白酒混合浸泡 纯度越高的酒 就越能逼出土味花的芳香 时间在花开花落间 无声地流走 四个月之后 这些浸泡好的土味酒 要进入酒厂蒸馏 让花香与酒香 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融合 入口悠香 回味绵长 每年花季结束的时候 英姐都会专门留下一些土味花 将它们与白糖混合捣碎 研制成别有滋味的土味糖 馈赠亲友 这些土味花瓣 我夜的时候就开始皱了 去当我大三代的 我爸爸以前最喜欢的 一般農村的人 一般牵廷多多少都 吃汉水和汉池机 牵廷 一般以前有什么吃 是汉汉水而已 以前一大盆都是放两次斤 放两次斤在这里 所以它是可去的 岭南的春天短暂而急促 人们总是在寻找着不同的方式 封存对春天的留恋 在英姐他们 因为土味花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木棉花也以独有的姿态 迎接着温序的春光 每到春天 高耸的木棉树 总是能够吸引很多前来捡花的人们 中山人讲究食补 一碗滋润的汤水尤为重要 木棉花是春天最适合的汤料之一 几朵木棉花 一节煎过的鱼尾 加上不同的豆类 经过两个小时的煲煮 一碗去世清润 香甜可口的浓汤 就成为了这个春天里最贴心的柱角 清明节过后 连绵的雨水 将岭南送入了炎热而潮湿的夏季 苏舍丁和他的族人 此刻都在猜测 祠堂前的那片菜堂 今年会不会因为雨水增多 而推迟了开堂的时间 这里出产一种让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蔬菜 苏家雌铜菜有着三百多年的种植历史 与市面上常见的铜菜不同 它以粗壮爽脆 烹煮之后仍能保持清绿的颜色 而远近吃鸣 这眼井水便是苏家茨通菜之所以独特的秘密所在 很久以前 这里曾是汪洋大海 后来泥沙堆积 海水退去 留下了遍地豪壳 日积月累 雨水不断冲刷豪壳 最终流入井中 豪壳在无意之间充当了过滤的介质 并为井水增添了丰富的盖质 我身历其境 我自己试过 刚刚解放初期 生蜡 搞到手指很小 蜡就痕得不得了 后来我听到有人说 水井很山毒的 很清凉的 如果你坚持每天都去浸泡十分钟 或者浸到十多分钟 很快就好了 睡觉前应该去浸泡 水非常凉 手很像鼻子 我说十几天 奶都不见了 水井一满水就逐步流到菜航上了 所以有人说 跟水井那里的菜大别好吃点 砂锅通菜梗 在烧的滚烫的砂锅里 入油 爆香蒜头 虾米等多种辅料 放入肥厚粗大的通菜梗翻炒 最后撒上事先炸好的瑶柱丝 集成一道鲜香扑鼻的招牌菜 取通菜梗 切成细丝 配木耳 蟹肉 制成汤羹 趁热喝 清新顺滑的口感令人难忘 夏天是苏加茨通菜收获的季节 因为产量有限 每天收获的通菜 除了卖给本村的村民 大部分都供应给了指定的酒楼 因此 尝尝一菜难求 然而 也正是因为食材的金贵 当地人在烹制通菜的时候 颇费心思 用通菜与花甲肉同炒 不以咖喱汁调味 如此混搭 反而更凸显通菜本身的清新爽脆 又或者将剁碎的淋鱼肉 酿入通菜梗 烧煎片刻 鱼肉的鲜嫩 与通菜梗的清甜 得以完美结合 苏舍丁退休后的二十几年礼 每天都会来祠堂里做一做 祠堂对面这片菜堂长出的通菜 他从小吃到大 苏家祠通菜的奥妙 他也如数价珍 苏舍丁偶尔也会买上一些通菜带回去 做一道最家常的葫芦通菜 也许这一盘看似普通的菜肴 已经成为了老人与过往岁月紧密相连的情感纽带 再过几天 就是农历四月初八的御活节了 村子里将举行盛大的民族巡游活动 软翠明姐妹正在自家的早餐店里制作一种墨绿色的糕饼 这种糕饼是御佛节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 糕饼里的墨绿色来自一种中山人熟悉的灌木植物 鸾锡 相传 每年农历四月初一采摘的鸾锡叶最为香甜 而且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于是人们将鸾锡叶和大米糯米一起磨打成粉 制成这种散发着淡淡植物芳香的糕饼 软翠明的好手艺传自于奶奶和妈妈 做鸾锡饼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左邻右舍都会前来帮忙 将筛好的鸾锡米粉倒入片糖与冰糖混合的糖水中 不停地翻搅 这个时候眼明手快成为了决定鸾锡饼好吃于佛的关键 这个看似简单的揉粉团的动作 有点像中国功夫里的太极推手 将就以柔克钢 力道恰到好处 才能制作出一块粘软精道的完美鸾锡饼 这天一早 吃过鸾锡饼之后 软翠明姐妹就在自家门口迎接巡游队伍的到来 与热闹的人群一起祈求这一年的好光景 浴火节的喧闹游在耳畔 端午节赛龙舟的鼓点已经敲响 端午节吃粽子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了 中山人对粽子的主料 糯米的选择格外讲究 以前有蛙生 有红豆 有绿豆 有蛋黄 有五花肉 包括到现在演变到 有些人加上鲍鱼 加上瑶柱 只不过是一个内容的变化 但是用一些好的糯米来包 这种东西一直都没有变 中山人包粽子学用的炉兜叶 既有植物的清香 又具有去湿消质 驱风散愈的药用疗香 在当地十分的常见 将经过锄刺 晾晒 烫青等工序处理过的炉兜叶 卷成圆筒形 放入事先搅拌均匀的末米 红豆 咸蛋黄和五花肉 再用咸水草捆扎 一条份量十足的炉兜粽以聚雏形 将包好的炉兜粽放入瓦缸 以阴柔的火力让粽子慢慢微熟 经过长达十二小时的煤煮 炉兜粽里所有食材的味道得到了充分的融合 香气四溢 王洪瑞经营的这家餐馆 以传统方法制作炉兜粽为招牌 常年吸引着大批食客慕名而来 一个端午节就可以卖出上千条的粽子 我们很怀念以前我们小过五六岁的时候 我爸妈带着我拿一些炉兜 还去人家亲戚那里去串门 那种感觉那种温馨 这种是我们在心目之中的 是很深的一种记忆 一条炉兜粽将许多人带回了童年的梦中 寻回了儿时的味道 这或许才是食物本身的意义 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让中山人通常在农历八月十五以后 才能逐渐感受到风中的秋意 干燥的北风 为中山黄埔人擅长制作的辣味 创造了有力条件 这天一早 王雪芬来到市场 采买他前几天就已经预定好的新鲜猪肉 他要趁着这几天北风送霜的时候 为家人亲手酿制美味的腊肠 这是他每年秋天必不可少的拿手好戏 猪后腿肉是灌制腊肠的基本原料 取瘦肉部分切成粒状 配以一定比例的油脂丁 加盐 糖 酱油和酒调味 最后用丁耙刺破长衣 挤走多余的空气 一连几天的北风 这些令人垂涎的美味渐渐生成 王雪芬出生在辣味世家 父亲和兄弟都是制作黄埔辣味的能手 辣味是他家餐桌上必备的美食 将腊肉与柔软的菜心同炒 荤素搭配 是一道既能下饭又能小酌的家常菜 蒸鱼的时候加几片辣味 热气蒸腾中鱼肉吸收了辣味的油脂 细嫩中添了肥润 辣味则混合了鱼的鲜维 甘香可口 在黄埔辣味问世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辣味在中山人的手中 与不同的食材组合 变化出了许多迷人的美妙滋味 许多人将它视作假香的味道 那是一种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味觉上抹不去的记忆 人们对食物最直接最根本的需求 造就了那些简单却美好的季节味道 这些味道仍贵在基因密码里 让我们在岁月的流逝中一路追寻 季节变幻而味道永恒 这是人们对这方水土最深沉的眷恋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让城市里的人们几乎无法苛求食物美味与否 然而食物原本的魅力 一直期待着人们去探寻 于是樊普归真 天地农家 驱动着人们走进田间和山林 去寻找那份违归自然 宁静志愿和心旷神怡的享受 每逢节假日 王松森总会比平日显得更加忙碌 一大早他就照顾店里的伙计们 开始准备今天要卖出的烧鹅 广市烧鹅闻名海内外 在中山人看来 一杯小酒 一份烧鹅 悠哉悠哉 极净愜意 王松森在山敦村开了一家 专门做烧鹅的食店 这里的烧鹅因为密制手法 得到了城市里食客的追捧 于是这个本不起眼的小村庄 逐渐广为人质 我们一般都是坚持用开瓶马刚鹅 马刚鹅是广东四大名鹅之一 马刚鹅本身的骨饰肉滑 王松森是山敦村人 对他来说 守着这家烧鹅店 似乎也就守住了 自己迟暮之年的一份快乐 竹江三角洲平原 纵横交错的河网 成为了家鹅天然的生长地 广市烧鹅一般就地取菜 品质优良的马刚鹅 往往成为首选 马刚鹅生长快 肉质细难 三顿烧鹅还会特别选择 生长期不足两个月的马刚鹅 因为这样的烧鹅 吃起来才最为相靠 吃鹅是中山人有来已久的饮食习惯 烧鹅是中山人有来已久的饮食习惯 要想做得好吃 除了选材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密制的烟料 有盐 糖 八角 芝麻 豆蔻 甘草 大小茴香 总共有22种的香料 混合成那种味料 把清洗干净的马刚鹅 吹气滚水烫皮 过冷水 接着将密制的烟料填充到鹅的肚子里 用风味针风盐 然后挂起来晾干 此时腌料与鹅肉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 腌料的香味渐渐地渗透到鹅肉里 临近中午 几十只已经晾干了烧鹅 正准备入炉 三吨烧鹅之所以味道独特 除了密制的烟料之外 眼前这个硕大的酒缸 还藏着另外一个秘密 烧鹅用的酒缸 可不是普通的物件 它们有十多年的酿酒历史 这是王松森花高价买回来的 烧鹅用的木材则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荔枝木 我现在的烧鹅我就用荔枝柴来烧鹅 荔枝柴本身是果木 它有烧上来有一种果木的香味 以前广东烧鹅都是用碳来烧 用碳来烧来说 它的皮色是比较光亮 烧鹅很鲜色 但是它没有种果木的香味 日淡荔枝三百克 不辞常作岭南人 荔枝是岭南家国 荔枝木干燥耐烧 不含塑胶 用这种散发着果香味的木材来烧鹅 可谓酱性工具 经过三十分钟的熏烤之后 包含着酒香果木香和腌料香味的烧鹅 新鲜at里有悬管 прост 去 поскольку用碳来说 好这种 solutions 谢谢 ここ 又说咱们 吃过咱们 我想跟这种锅 将烧鹅斩成小块 这个时候 烧鹅的皮 肉 骨 连而不脱 皮脆 肉嫩 骨香 肥而不腻 肉香之中 还夹杂着果木的香味 沙溪镇 古城隆都 这里是著名的华侨之乡 人文汇翠 历史悠久 即使在经济急速发展的今天 沙溪镇仍保留着许多特有的风俗和饮食文化 农历二月初三 是民间传说中的文昌帝诞辰日 这一天 沙溪镇隆瑞村的文昌庙里 比平时显得更加热闹 传统的节日 往往与美食密不可分 这样的节日 隆瑞村的所有村民 都会围聚在一起 享用一餐丰盛的村宴 村宴的仪式非常隆重 架起几口大锅 撑起几张棚布 一座露天的厨房 很快就搭建起来了 人们在巧手以盼 美味的到来 这样的村宴 每年都会在隆瑞村上演 美味连接了乡亲 风俗承载了历史 沙溪人只要摆宴席 沙溪扣肉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人们对这道菜的钟爱 没有丝毫的造作 他们将沙溪扣肉 尊称为菜王 王瑞环是沙溪远近闻名的厨师 沙溪扣肉是他的拿手菜 沙溪扣肉选材 最美的就是选一个正宗的五花腩 比如现在五花腩 就一定要像那个扣肉那样 一层肥一层瘦 要搁沙的 那是鲜鲜鲜 那那些扣肉做到出来 是肥而不利的 在沙溪扣肉中 五花肉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但作为配角的粉格 也十分讲究 粉格主要生长在中国南方 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甚至可以和北方的人参相媲美 所有南格北深的说法 这里是冲击平原 河网纵横交错 土壤疏松肥沃 这样独特的自然环境 非常适合粉格的生长 春节过后 粉格就要下重 毕竟漫长而潮湿的梅雨季节 直到十个月后的冬至 才能迎来成熟的时节 沙溪扣肉 选用的是地道的中山粉格 从外观上来看 两头小中间大的粉格最佳 这样的粉格含有丰富的淀粉 王瑞环从十六岁开始 就跟着父亲学做沙溪扣肉 三十年后的今天 他烹制沙溪扣肉的手艺 可谓炉火纯青 变化的是宝金沧桑的岁月 不变的是回味无穷的味道 扣肉的风味没有变过 一路以来都是这样 都是保持着那种风味 出品出来都是这样 大块的五花肉在水里滚过之后 用特制的钉板 把猪皮的一面用力拍打 随后放入油锅 让肥油飘出 此刻五花肉的颜色 逐渐变成金黄 过油之后再进行二次水煮 然后涂抹上精心调制的配料 每两片五花肉加一块分割 最后放入蒸笼长时间蒸煮 整个过程需要耗时五个小时 一拨香气浓郁的沙溪扣肉 包含着乡村的味道 也释放着家的味道 与粉鸽一样 另外一种素有土人参之称的食材 萝卜 也时常出现在中山人的餐桌上 俗话说 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用一生开药方 这是因为萝卜 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 糖感萝卜从来不出销路 每到收获的季节 大车小车纷纷来到田间地头 抢购这里的萝卜 糖感萝卜 知名粤港澳三地 不仅卖相靓丽 而且个儿大 清甜无渣 这里的土壤特别松软 富有粘性 再加上山泉水的浇灌 最终成就了糖感萝卜的美名 这也是大自然 给这个小村落特殊的馈赠 糖感萝卜与优质牛腩搭配 用门火慢慢炖制 产生妙不可言的香味 广东人爱吃 会吃 号称无所不吃 就连鸡和鱼 这两种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食材 在广东人的手中 也能变化出 与众不同的吃法 将鸡 驴和螃蟹 混合烹制 配以香芹 葱苗 这样的做法极为少见 这是中山人的一个创造 这样的菜式 人们甚至难以秘密 然而 这道菜的鲜美程度 却只能用无与伦比来形容了 中山人对美食的追求 不仅仅停留在味蕾上 对食物外观和气息的要求 也十分讲究 色 香 味俱全 才称得上是最佳的菜式 这个鸡就黄色的了 因为鸡本身很亮 就黄色的了 它用那种金黄色 鸡那种就红色 还有清脆那种绿色 绿本身就是很有食欲的东西 这款菜式无需高潮的厨艺 却能引来很多人的喜爱 吃的时候 要用小火慢慢加热 保持着适当的温度 整个房间香气四溢 美味总能让人产生 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中山东凤镇 有一家以卖猪杂粥文明的食店 来这里的人 大多都是回头客 吃的时候不能一锅熟 将新鲜的猪杂 一样一样地放进滚热的粥里 分开来吃 猪肠 猪肝 猪腰 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鲜味 在干燥而凉爽的秋季 一锅新鲜热辣的猪杂粥 鲜甜嫩滑 暖心润肺 回味无穷 五桂山独特的自然环境 为地图珠江三角洲平原的中山 增添了几分灵气 这里青山连绵 西水冰东 四季花香 物产丰富 居住在五桂山的客家人 有着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 他们依山而居 代代相传 这一天 张冠仁和他的老伴 来到自家田里 又种下一期有菜 山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 掌管人并不熟悉 但是脚下的这片土地 和身边的这座大山 却是他一生的牵挂 做完农活 夫妻两人顺手在自家田里 采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 今天是周末 儿孙们都会从城里赶回来 和老两口聚餐 蔬菜是自家田里种的有机菜 家里的厨房还是按照客家人的传统 用的还是大锅 烧的是木柴 炒菜用猛火 这也是龙家菜的本色 白切鸡 客家酿豆腐 丝瓜炒肉 几样小菜 让在山里山外忙碌着的一家人 拥有了片刻的团聚 对于老人来说 这是他们生活中 别有滋味的幸福时光 希望他们的孙子 生活啊 孩子啊 身体健康 要逐年逐年提高生活 我的心里比较安乐的 城市里的生活绚丽多彩 乡村的田园木戈 同样令人神迷 那种美好的味道 就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这其中有对温馨家庭的拥抱 也有对天地自然的回归 这里是土地肥沃 沃产风雨的云云之乡 阳光伴随着季后风 为这片土地 带来丰富的热量和充沛的雨水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孕育出繁盛的水产养之意 丰富的食材 为人们创造美食 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也带给这一方水土的人们 有滋有味的生活 这里是一个营养之脆肉换羽 而闻名的小镇 脆肉换之所以肉脆 秘密就在喂羽的饲料里 25公斤重的一包蚕豆 阿强抱起来非常轻松 这些蚕豆就是脆肉换 每天做吃的饲料 这个人要这么做 蚕豆好连人都吃得的 都来喂鱼 鱼吃人吃的东西 广布人所说的换鱼 又名草鱼 脆肉换外形 与一般的换鱼很难区分 只是体色略带金黄 但奇妙之处就在于 这种换鱼吃起来 脾爽肉脆 肉质极富弹性 红烧脆肉换鱼腩 是当地最为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取脆肉换最为肥美的鱼腩部位 切断加调味料和蛋黄搅拌均匀 过油 在猛火爆炒 这道菜 在保留了脆肉换本身爽脆的口感之余 还能品尝到鱼腩油脂的香甜回甘 换鱼吃了蚕豆之后 肉质会变得爽脆 这个秘密是人们在喂养换鱼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蚕豆让换鱼的鱼肉素质发生了改变 它含有的胶原蛋白与钙质 比吃草的换鱼高出了许多 这种变化让原本普通的换鱼 立刻身价倍增 成了市场上的强手货 阿强不到20岁就开始养殖脆肉换 今天脆肉换在当地已经成为了一项产业 阿强也发展成即养殖与销售鱼一体的脆肉换流通大户 其实养殖脆肉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不幸遇到大面积的变虫害或自然灾害 整池塘的鱼一夜死光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晚走鱼 把那个变冷气消掉 后来就没有什么配备的发电机 所以成同于三四万斤一晚死掉 换失了个东西多三十万 凌晨五点阿强的鱼塘灯火通明 今天他养殖了大半年的脆肉换 终于可以刮糖上市了 就是自己在这一旦手装上市了 这一旦的 transformation 真是一个它的用车 和神鱼说除此之一 鲑皮的缘口 是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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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是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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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他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一越早 主抵越了 水 这里越来越来越多 优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牛腹 把刚刚捞上来的脆肉换杀好 随手切出几块鱼肉 放在开水中烫熟之后 不沾酱料直接吃 可以尝试到鱼肉的原汁原味 这是鱼饭与脆肉换养殖户交易前的 一种特别的方式 他们把这称之为适脆 只有鲜嫩爽脆的脆肉换 才能卖到一个好的价钱 相比适脆 大酒楼里的厨师烹制脆肉换 显得更为细腻 这其中用于涮火锅的脆肉换鱼片 最考验厨师的刀工 煮一锅清水作为汤底 水开之后放入脆肉换鱼片 只需两三分钟之后就捞起 蘸上酱料即可食用 对于喜欢香辣口味的人来说 这种吃法可能略显寡淡 但是当地人却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脆肉换的鲜嫩和爽脆 今天第一次刮糖 阿强总共收获了一万多公斤的脆肉换 这给他带来了近三十万元的收入 明后两天还有两次刮糖 阿强期盼着今天的好运能够持续下去 在中山人手中 脆肉换可以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吃法 眼前这桌宴席 脆肉换成为了绝对的主角 把脆肉换的鱼肉打成姜状 挤压成鱼面 配以高汤 便是一碗鲜味十足的浓汤脆肉换鱼面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脆肉换甚至可以做成点心 看着这一桌宴席 让人惊叹这一方水土的人们 对美味无穷的创造力 河网密布的水乡 鱼是人们最熟悉的食材 每隔三到五个月 港口镇的阿中 就要到水产养殖户那里 收购一次鱼 这些鱼就是人们最熟悉的鲤鱼 草鱼等四大家鱼 然而就是这些最普通的鱼 经过阿中的重新饲养 却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 阿中很小的时候 就在父亲开的餐厅里帮忙 耳濡目染 他渐渐懂得了 如何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夜中 立于不败之地 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食材的品质 一定要上场 人工养殖的鱼帮忙肉质较为肥厚 而在江河里自然生长的鱼 肉质则更为紧实 阿中将这些收购回来的鱼 用水箱放入江河水中 不在人工喂食 而是靠吃河水里的浮游生物自然生长 半年之后 这些经过瘦身的鱼 肉质会变得更加富有弹性 味道也更为鲜美 你看看 以前吃菇、草、腐花杆 这些鱼就瘦了 现在市场上鱼有瘦 用猛虾来养它 在海边帮助它 那种瘦 保持20年 去到20年那种质量出来 有一种快舅性质 大盆鱼 大盆鱼是阿中餐厅的招牌菜 每天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食客 大盆鱼 把鱼、虾、蟹、贝壳类的水产巧妙搭配 加以各种调味料 放在大盆里一起合蒸 这种混搭的风格 透露出一股水香人特有的帅性 爱吃这道菜的人 喜欢的就是一个不加雕饰的仙子 好 优优独的环境 纵横交错的河网 高温多余的气候 让珠江三角洲平原 成为种植水稻的一块沃土 在中山 每年两树的稻米 是人们最依赖的主食 除了米饭 稻米在中山人手中 幻化出无数美食 粥是最为常见的一种 然而它却以变化无穷的面貌 获得了人们长久的喜爱 从清晨的早餐到夜晚的宵夜 各式粥品应有尽有 与粥一起搭配的食材 从蔬菜到海鲜 捂花八门 焦雷粥 是岭南水乡一种 独特的粥品 把采摘下来的椒垒切成粒状 用盐水浸泡一个小时 除去椒垒中盐稠的乳汁 然后放入煮好的白粥当中 再包上半个小时 根据个人口味不同 还可以搭配瘦肉 鸡肉 或者海鲜等食材 荤素搭配 拉开了口感上的层次 除了口味诱人 人们爱吃焦雷粥 还因为它具有开胃消质 清热酱汁的独特功效 姐姐 肚不肚饿 肚饿 我们今天回爷爷那里好不好 好 今天爷爷煮粥粥的 又拿个沙盆 拿支棍 来磨的米煮粥粥 好啊 洪洪的爷爷家住港口镇 这里至今保留着一种 雷米包粥的传统 洪洪对爷爷做的雷米粥 一直非常喜爱 所以每一次爷爷雷米的时候 它都显得非常好奇 洪洪的爷爷一直遵循手工雷米的方式 则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留 稻米滑润的口感 因为雷米呢 它它不怕走掉 不怕走的胶糖 它不怕热 你用鸡车这个之后 发热就没有这样的雷米的香滑 那个味道的了 把擂好的稻米放入锅中 根据个人口味的喜好 再加入不同的肉类和蔬菜 然后半火煲上十多分钟 一锅香味浓郁的雷米粥就做成了 它还有一个就可以清热雷尿 就是你整天晒晒晒那些东西 受湿受暑 它雷米粥是很清凉的 以前说 朝朝吃碗粥 医生饿了 就是你吃那些粥就没有病 每逢周末 洪洪都会和妈妈一起 回爷爷家吃上一次雷米粥 除了增进爷孙感情 也让洪洪体会到手工制作食物的乐趣 雷米粥 焦雷粥 或许算不上什么人间美食 但味道会成为一种印记 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间 米粉在中山是很常见的一种食物 其中三香赖粉最具特色 梁九地选用沉米来制作赖粉 因为比起新米来说 沉米的粘性没有那么强 更适合重新塑形 洗干净的沉米 用冷水浸泡一个小时之后 已经变得松软 这个时候 梁九地把浸泡过的大米甩干水 加入隔夜的米饭 一起磨成米粉 梁九地的父亲很早以前 就在中山三香开了一家赖粉店 后来梁九地从父亲手中 激过了这门生意 他坚持用手工制作赖粉 这份怀旧的感觉 吸引了众多食客捧场 磨好的米粉还要进行干燥 多年做赖粉的经验 让梁九地知道 米粉保持四成干是最恰当的 接下来的工序极为重要 用开水把经过干燥的米粉 烫至六成熟 用力搓揉 再用冷的山泉水 把米粉团稀释成米浆 所有的环节都需要拿捏好分寸 因为烧不留神 就会直接影响赖粉的口感 用赖粉榨 把米浆注入滚烫的开水中 流动的米浆滑出一道道弧线后 在开水中立即成形 赖在中山放眼中 就是粘稠的液体 缓慢流出的意思 三香赖粉也因此得名 要看个水温 不能够太热太冷 刚刚好 赖落的赖粉就滑上来 一滑上来赖粉就断了 赖落后 慢慢浮上来赖粉就凉了 最后把滚烫的赖粉 立即倒入冷水中 冷热之间的急速转换 让赖粉吃起来更加爽口 手工制作非常耗时 每天凌晨三点 梁九弟就要在厨房里 开始忙碌了 赖粉最好是急做急吃 所以它必须在赖粉店 开门之前 把制作好的赖粉及时送到 赖粉可以素吃 也可以搭配牛腩 烧鹅 叉烧 鸡肉 瘦肉等 另外用猪骨头 大地鱼等配料煮成的高汤 必不可少 中山三香人的早晨 是从一碗香滑爽口的赖粉开始的 西越的中山格外炎热热 此时正是早到成熟的季节 水稻是自然赐予中山人最实在的礼物 生活在鱼米之乡的人们 格外珍惜这份溃增 已十分留恋 稻花飘香的世界 这些不起眼的稻草 也是制作美食的法宝 广东三阳堡 陈皮老姜和光草 早到收割没多久 魏飞就来到农田里 寻找那些适合用的稻草 今晚他要用这些 在一般人眼中并无大用的稻草 做一道菜 魏飞要做的这道菜 是稻草焖猪肉 用晒干的稻草 将上等五花肉捆扎起来 放入事先调配好的卤水中焖煮 但是如果你那个度香肉 就不需要那么多香味 因为我们突出它那个和草的香味 吃回好像旧时那样的味道 那种香味就是 你用别样的香料和材料 是代替不了的 十几分钟之后 稻草分解了肉中的脂肪 饱含卤汁的五花肉 吸收了稻草的清香 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上面放那些和草 下边放那些和草 就是和杆盖蒸珍 下面放和草呢 就是珍珠盖和杆 生活在鱼鳗 生活在鱼米之乡的人们 格外珍惜自然的馈赠 阿强正努力拓展脆弱患的外省市场 他坚信美味不分地狱 活水养殖的鱼 越来越受到时刻的追捧 阿众一直在思索 如何才能为人们带来 更多原生态的食材 吴越带 希望自己手工维米的方法 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梁九弟也打算着 能够多开一间赖粉店 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辛劳付出 回报着这份自然的馈赠 也为身边的人 带来更多的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